大家好,我们介绍VSphere 6.7虚拟化入门视频 这一门可我们的计划分成十张 分别是VSphere 6.7的虚拟化的基础知识 安装配置,孔着台设置 使用VSphere 6.7配置虚拟机 在虚拟机里面安装操作系统 VSphere 6.7的ESX寸储玻璃,网络玻璃 以及VSphere 7.7的安装配置 有了VSphere 7.7之后,介绍虚拟机的墨板 第九章介绍VSphere 7.8的网络以及高科用虚拟机 最后介绍实用WIM备份恢复虚拟机 通过这一门可乘 我们可以对一个小型的虚拟化的数据中心 能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能安装配置,并且能配置虚拟机配置网络 也能被分里面的重要的虚拟机 首先,第一章我们介绍VSphere 6.7的虚拟化的入门 可能介绍 这一章主要内容是ESX安装 分别给大家颜色 在物理服务器 以及PCG安装ESX3 6.7 介绍ESX控制器控制派 它的一些内容 这个就不宜给大家读了 大家看一下 学习的方式方法 试验是最好的老师 通过试验掌握知识点 一般我们试验来有两种试验 一种是自己动手试验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由于每位学员自己动手 理解虚拟化的基础知识 比如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实验环境 你得学会安装ESX3 配置ES3 创建虚拟机 在虚拟机里面安装操作系统 还有一些是演示的实验 有一些内容需要多台服务器 需要共享存储 三层交换机这种环境 这种环境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录的 尽可能的是比较详细 等大家通过视频学习之后 以后如果有了挑战 就可以很容易的上手掌握 我们推荐的实验环境是 一态物理的服务器 或者一态高配置的服务 PC接 在这上面安装ESX4 6.7 通样你还得需要有一态笔记本 或者工作站 这个工作站可以是一个 配置比较低的PC接 安装文读词器 或者文读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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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推荐的配置 如果你没有这种配置 你有一态高配置的PC机或者笔记本 要求16-64G内存 最好有一块固体用盘 用它来模拟出来也可以 这两种 如果你有两台机器 就是一个高配置的机器 安装ESX4 一态低配置的用作管理管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基本上就是咱们家庭的实验环境 你有两台机器 通过家庭夸带录入器 来搭加这个环境 这个能做大多数的实验 比如ESX4的安装配置 维生4包括虚拟桌面 但是大家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比较注意 因为我们的宽带路由器 是在DHCP4的 如果大家在配置虚拟桌面 不说 要求虚拟桌面 获得的DHCP获得的IP地址 以及DNS 应该是你的这个环境里面 AD服务器的IP地址 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这个 快带路由器的DNHCP 你需要将你的DNS 就是快带路由器里面 DNS的配置 DNS的地址默认 比如说 你的路由器是122168.1.1 它的DNS的默认分配的 也是122168.1.1 那么你需要把它改成你的 AD的服务器 假设你的AD服务器是 122168.1.5 那么在你的这个DNH 加点快带路由器里面 把你的DNHCP改成 122168.1.5 整个话 虚拟桌面 获得的地址是AD获得的地址 这是一个不主意的 当然你不做这个 虚拟桌面 实验照 你把你的DNS 再给它盖回来 就可以了 这是一台主机 加一台工作站 的实验花鸟 这是我们推荐的 如果你没有两台主机 你只有一个笔记本 那么我们就是用这一台机器 来创建多个虚拟机 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要是想获得 就是你想模拟共享存储 多态服务器 或者VCN4 那么这台笔记本 或者PCG配置应该是足够 这是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高配置的PCG 很容易获得 PCG安装ESX-SERV 一个主要问题就是 我们大多数PCG 集成的是RTL8111的网卡 这个网卡ESX-SERV 是不支持的 就是在ESX-SERV的 安装光派里面 安装光派镜像里面 没有集成它的网卡 驱动程序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 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可以淘宝 买一块支持ESX-SERV的网卡 这个网卡 双数的网卡大约是100多 单数的大约是几十块钱 这个是很便宜 我们为什么要买网卡 一个是我们集成者不支持 另外我们做一些网络的实验的时候 需要多个网卡 我们PCG只有一个RTL4111 一个网卡是不够的时候 所以需要买这种网卡 这是我们那个主网卡 这是PCI-E-E的 这是PCI-E-E的 它可以插上网卡 如果这个Pro查满了之后 也可以插到这个线卡 这都是可以的 这是PCI-E的 可以插一下PCI-E的网卡 对于现在我们来说 PCI-E-E的网卡已经很少 所以一般我们主板 好一点 有两个PCI-E的线卡 还有PCI-E-E的 还有PCI-E-E的 这都是可以用的 接下来我们演示呢 是怎样下载ESX安装程序 第二ESX 定制ESX安装程序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主板上大多数RTL8111的 我们怎么着把RTL8111的网卡驱动程序 把它定制到ESX的安装包里面 第三是PCI-E按照ESX3 至于第四 也还是1代2T630服务器 可以介绍服务器 怎么着按照ESX3 我们首先从ESX4的安装文件说起 基本上我们可以有这么记录 一种是公版 所谓公版 就是从万万官网上下载的 ESX安装文件 扩展名是ISO 大约是300多兆 第二是厂商定制版 比如惠普戴尔 联想 思客 曙光老抽 这种都有专门针对这些服务器的定制版 但是这些定制版大家注意 对于惠普的来说 就是用在惠普的新的服务器中 可以用定制版 有的时候可以用公版 对于戴尔来说 大多数 如果从戴尔的官方网站能下载到定制版 就用它的定制的版本就可以 对于联想 老超曙光这种服务器 我们国产的服务器 在安装的时候 首先使用公版安装 就是官网上下载的 如果官网上下载的安装之后 不能使用或者有问题 那么就用它的定制版本就可以 个人定制版就是以公版为基础添加 网卡驱动成员形成了自己的定制版 好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 怎么着 下载的安装 下载的安装 首先我们登录 vmware.com 首先你需要对你有自己的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里面有你的这个产品的编码 就是你注册了产品之后 然后再可以看我的产品 在所有产品里面可以找到 vmware.com 所有产品能下载了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下载这个 basefair 还有basefair 当然可以切换到这个 这个中文的网站 这里面选择版本 你下载的5.0 5.1 5.5 6.0 6.0 6.7 都可以 我们选择6.7 6.7的版本 它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我们企业版下载这个 ensxsr或者下载vmware.com 这是ensxsr 每一个产品 就是对于ensxsr来说 有一个iso的文件 还有一个zmp的文件 zmp是勇于升级用的 关于这些产品 我们可以在我的这个 有一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 这里面解除了ensx的安装 以及升级 它的各种这个安装文件 可以在这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了解一个什么呢 就是记住这个文件的名称 它的大小 它的md5质 下载完成之后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尤其有一些这个网友 并不是从官网上下载的 是从那个白兔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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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是这个官网上的这个文件 是这么一个名称 它有白门号 有这个次白门号 如果是想要下载这个oem白本 这里面有链向的或者这个会铺的 可以 去这里面来下载 当然对于其他的版本 比如6.5 你可以 在这选择 它的这个产品 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选择 6.5 选择之后 同样进入这样的验证 然后大家可以选择 这个产品 下载6.5U2 这是一个最新的白本 然后 转按下载就可以 下载了这个 6.5U2之后 在6.5的这个白本领域 大家还可以选择 在这个 具体的每一个白本 比如6.5.0 6.5.0D 6.5.0U1 U2 或者A 这些这个产品 就可以在这选择 这是下载这个产品 如果我们要 如果我们 要想 下载了之后 如果我们想定制 这是我下载的这个 Y1 ESX 安装 安装 文件 这里面6.0 6.5.0 或者是 6.5.0 点 D U2 U3 这种版本 都有 这个是 我这是做成 安装 安装工具 U5.0 U5.0 客户用 哪个 就安装 哪个 这里面后面 刚刚 戴耳的 这是戴耳的 安装程序 是这样的 对于定制 ESX4i 我们可以登陆这个网站 来下载这个 ESX4i的安装程序 为大家演示一下 在这个网站里面 然后 也说当前 这个ESX 安装 保证 这里面 大家找 这是 8168 8169 8101 基本上 我们用的就是 8168 或者8169的 这个 网卡 驱动程序 这里面 说明 它支持的 这些的 这个 芯片 信号 然后这里面 有一个 VIP的文件 或者有一个 ZIP的文件 这两个 我们点这的时候 这个下面 这个位置 就显示 它的这个 发生文件 下载周知 VIP的 是可以直接用的 如果下载ZIP的 我们把它 解压所展开 也行 不解压所展开 也是可以直接打包的 但如果 我们就是手动安装 就是用的VIP的 可以了 这是 下载驱动 下载完驱动之后 我们怎么打包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打包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 定制工具 ESXM 这个定制工具呢 大家可以去这个 网站搜索 搜索之后 然后找到它 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之后 把它挤压 锁到一个 目标中 就可以用了 这是这个解压锁之后的文件 首先我们做之前的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把6.7的6.5.0U1或者6.5.0U2的 这些的ISO都把它 靠背在一起 这是 我们刚才下载的 RTL8168的 VIP的这个群组文件 这是ZIP的 ZIP的可以 加速展开 获得 VIP文件 我们只要有这个 VIP就可以了 这是下载的 ESX的 安装 工具 直接 双击运行 它就会 加速展开 加速展开之后 找到一个 ESX 看下来 这个 CMD这个成绩 点右键 一挂里 原放置 大家注意 这个产品支持 问72008 但是它不能在 Windows10中运行 随于运行 运行首先选择 YYESX S 这是一个 公办的 一个群组成绩 比如 我这有一个 6.5.0 12的这 这是我刚下载的 它我还没有做 集成RTL8118168的 驱动程序 我们可以选择它 选择 选择这个 VIP文件 要集成的驱动 然后选择运行 把这一项自动更新 把它去掉 选择运行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定制 这个安装文件 定制了之后 它这个命程就叫 ESX5.X 这是这个文件 但是我们把这个文件 有给它改善 能用的 因为我这用的是 6.5.012的时候 我们给它改善 能用的 我们就叫 我们就叫 ESXF-6.5.0 2.012 -2.012 -TL8168 8111 然后我把它靠走就可以了 这是顶制的这个安装的ISO 同样这是顶制的6.7.0的 继承了RTL8111网卡驱动的这个ISO 就6.7的 把它靠走都可以用 好 第一节的这个第一部分我们就先介绍到这